欢迎大家来到龙王直播间 龙王是个灵异主播 叫上小天文 下小弟弟 三教九流 无一不知 五行八座 无一不晓 上小八百载 后小五百年 天上的事知道一半 地上的事全知道的一个主播 今天给你们讲一个湘西感诗的事 很多人说湘西感诗是真的吗 湘西感诗是真的 为什么呢 咱们道界里边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门派 叫感诗一脉 但并不是咱们想象的 就是赶着尸体走 拿个铃铛 跳 没有这个的 没有这个的 跳不了 为什么呢 感诗一脉 并不是说是咱们说这个赶着尸体走 它是护送人的灵魂回家 何为护送人灵魂回家呢 咱们知道北方咱们有感诗一脉呢 怎么都在南方一脉呢 因为北方的大道比较平坦 而南方大部分属于山脉 咱们中国有这么一句话 叫人死之后入土为安 对不对 何为入土为安呢 就是死在外地必须这人得回来 但是死在外地呢 咱们都知道鬼魂不能穿舟过身 死在哪个地 就得在哪个地待着 那怎么办呢 找感诗一脉 感诗一脉这个道士 能护送人的灵魂回家 有人说那尸体怎么回事呢 把人分解开 头砍下来 胳膊砍下来 腿砍下来 然后用人背着 因为肚子是最重的 所以把肚子扔了 把这个四肢加上头颅背回去 背回去之后 用桃木刻一个人的尸身 四肢头颅安上之后 然后下葬 这位感诗一脉 并不是咱们想象的那样 所以说这个感诗一脉 其实说白了 就是护送人的灵魂回家 欢迎大家收看那个龙王之天下之灵异节目 那个今天就到这 aza 给护送人出带来